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发现好像有这么回事 就是这个从唐朝的焦点很高 它越来越下来 后来到了一阵子 它又上去了 1550年左右又上去了 到了最低点 到了清朝 乾隆就到了 又很高很高 可是它的不同点是长得不一样 没有灵魂 现在我们到南宋 就在东京 你看看见吗 我们的焦点越来越低 你慢慢看 你看我们这是这个树的后面 我们看得见 这些树的后面 我们也看得见 可是这些树的后面 已经开始看不见了 有没有感觉到 这个焦点再低 我们再下来 这个是叫赤壁图 这张很棒 这是我们很少的经济之一 这些树的水圈 被夏末林认为是北宋的 实锐了 什么东西 感觉到这个湿度 跟烏度 跟冷度 跟丰富 这张在昆斯之日的陈迹 这张在昆斯之日的陈迹 又更低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往上 好像我们从一个很低的角度 我们眼睛可能在这边 这个图子里面 往后延伸 已经开始往圆朝 这就更低了 这是一个圆固 那我们再看明朝跟元朝的不同 因为明朝人呢 就会 特别就是沈州那个时候 这个气球很低的时候 它还会再低五十多年才上来 可是在这儿的时候 它就是到了画的三分之一就没有 就上去了 就有一个block 有一个像一个屏风一样 让你的失觉 呼噜透到后面 可是在元朝它会往后 这个地平面是展开的 会让你感觉到这个空间是通的 那我们的城华 洪志 都是没有后面的 就是后面不解释 可是到了开始 加进下半期 再开始展开 那我们这边的很多空间 在沈州其实没有那么多 有一个地方 应该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可以看下半期 这个空间的有点 然后我们来看看 我们在这边 有点重症 我们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